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来看一下农历新年过后呢 车坛发生了什么重点新闻 看之前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第一则新闻 根据消息指出呢 PRODO ARTIVA即将迎来升级版本 配备上面会有一点点的升级 据说啦 这一个PRODO ARTIVA的升级版呢 会采用这个1.2公升的涡轮支援引擎 还有7速的双离和7变速箱 OK啦 以上只是我吹吹 这一次只是属于小改款升级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方面呢 并不会有太大的改进 我预计呢 它可能会导入这个日间行车针来提升一下外观的质感 除此之外呢 它主要的改进就是在这个内装的部分呢 其实在PRODO ARTIVA的内装设计部分呢 是非常的好看的 但是的问题就是在于 它的这个触屏足迹虽然讲很大 但是并不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但是随着Elsa已经采用了这个系统 所以呢根据小道消息指出呢 这个ARTIVA的升级版本呢 它也会更换这个触屏足迹 让它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不过呢 大家放心 它并不会采用跟Elsa一样的触屏足迹 因为Elsa的触屏足迹有一点点的问题啦 所以导致了这个消费者 遇到了非常多这个硬件故障的问题出现 所以据悉PRODO已经更换了供应商 而ARTIVA的这个触屏足迹 则是会采用新供应商的触屏 所以应该不会再有问题出现 而ARTIVA如果升级了这个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之后呢 它就会成为PRODO的第二款车拥有这个功能了 这个功能对于我们这种时常开车的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善的 那么Gbija 你几时要跟进呢 第二则新闻同样也是一款国产SUV的消息 也就是目前最畅销的PROTON X50呢 也会在这个今年的8月迎来小改款车型 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多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只是知道这款车在外观跟内装上面会进行微调 我相信大家会很喜欢这个冰月酷的设计 但是本地的这个小改款呢 预计不会采用这个风格 因为这个风格有点太过激进 而且这个风格呢成本也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更换这个设计的话 价格应该会提高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他们这次会导入一些本土化的元素 而不仅不像这个S70的MC那样 是更改一点的一个Piano Black还是什么啦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我个人预计它会导入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因为其实在这个中国版本的冰月呢 是有氛围灯的设计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被取消的 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而相信为了吸引年轻的消费者 PROTON会在这个新车上面添加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老实讲如果有氛围灯设计的话 我都会心动 除了这些更新之外呢 这款车也会更换一个更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内部的硬件也会有所升级啦 所以使用起来会更流畅 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 他们会不会build in这个Spotify啊 Waze啊 Google Mac给我们 不过其实这些是有点技术困难性啦 我们就看未来原厂如何解决 而讲到了引擎部分 引擎部分则是不会有改变 但是可能会新增加一个车型 就是采用这个48B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 这个混合系统的最大马力表现 达到了190HP峰值扭力表现的300Nm 如果放在Bsegment的S50上面呢 它的加速应该会更出色 而且油耗也会降低 就看一下Proton 会不会把这个引擎放在S50上面 毕竟呢即将推出的这个S90 还有未来的这个S50 Sedan呢 也会采用这个引擎配置 所以S50是有很大的可能会使用这个引擎啦 第三则新闻就是Tesla正式在我国注册公司 以后我们可能会有评价的Tesla 其实早在2017年Tesla就有在本地注册的一间公司 但是当时公司的主要业务呢 是在这个Service服务 而不是在贩售车质 但是最近Tesla更换了这个公司的名称 变成了Tesla Sedan Berhad 而且它的服务变成了卖车 这个也意味着Tesla即将进军我国市场 其实Tesla早已经在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还有泰国设立官方的自营店 我相信以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变动车发展趋势呢 Tesla要来也是合理的 而且如果Tesla来的话 那个车的价格会获得大大降低 而且会有官方的互联地 另外呢你要添购一些额外的配备 例如说这个FSD等等也是可以买得到 目前这个Tesla Model 3 在美国最便宜的版本大概是17万令吉左右 如果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卖一个20万到22万令吉 我相信绝对会是爆款的车型 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消息啦 我们就期待一下Tesla会给我们什么惊喜 第四则新闻就是Mazda的CS90 全球首发采用这个3.3公升的L6涡轮燃氧引擎 CS90可以被看作是CS9的替代款 而且这款车比起CS9更加豪华 首先它更换了这个后轮驱动的平台 车身尺码会比起CS9更大 另外呢它的外观设计跟内装设计呢都非常的豪华 你可以看出其实这款车的主要对手已经变成了这一个Mercedes 或者是BMW的车款 Mazda这一步骑真的下的很大 在内外观的设计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放大版的CS60 在内装部分则是放大版的CS60 虽然讲有点套娃的成分在 但是它的质感设计真的是很出色 而这款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它的引擎 它采用了一具全新开发的3.3公升 166缸涡轮增压引擎 OK 涡轮增压哦 Mazda 终于来一个很不错的涡轮增压引擎了 马力表现也极为出色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340HP 风筝牛肉表现500Nm 这个引擎的动力数据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媲美这个BMW的B58 166缸引擎 虽然讲台阶辆大了300cc 可是我觉得对于买得起这样子车的消费者来讲呢 他们还是不会介意的 另外匹配的变速箱则是为全新的8速自排变速箱 而且有All-Way Ride的系统 这款车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引擎排气量太大 如果有一天真的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单单这个Rutex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贵的 只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CS90 会不会有本地市场的规划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CS60 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大家觉得这个新一代的Mazda 你喜欢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五则新闻 是那些很喜欢MPV的老板呢 最期待的 就是全新一代的Alpha确定会在今年发布 这个消息从哪里来?从台湾来 因为最近呢 Toyota 台湾也就是这个核胎呢 他们公布了一些消息 就是讲 全新一代的Alpha确定会在今年内发布 还有全新一代的Lexus LM 也是会在今年内发布 根据之前日本媒体的爆料消息 全新一代的Alpha确定会采用这个 TNGA GAK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跟这个Toyota Xiana一样的MVP平台 另外呢 它的车身尺码也会进一步的放大 轴距超过3000mm 车长超过5000mm 带来更大的空间表现 同样的外观设计会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有气势 可是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就是 Toyota 会把这个Alpha 还有Wheelfire 的这个车型整合 以后可能不会有Wheelfire的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因为排放法规的关系 之前使用的这个3.5公升V6 自然进行引擎已经停产 取而带质的是2.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大马力表现预计可以达到270HP 峰值扭力表现430Nm 匹配七速的自拍变速箱 虽然讲MPV的动力表现不是消费者要的 但是有着更好的动力表现 其实也不差啦 毕竟我们的银行钱可以少一点 但是车子的马力不能少 对不对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每周3.66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